大家都知道杀鸡儆猴 可是大家并不一定看到过 如今普京就让大家都饱饱眼福 近日就在顿拔斯大会战的街骨眼上 普京再次强势出手 向波兰和保加利亚这两个不友好国家开刀了 4月27日 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宣布 将暂停向欧盟国家波兰 与保加利亚供应天然气 因为这两个国家 不准备使用卢布进行结算 同时俄方还表示 不判除对其他国家也断供天然气 可以说波兰与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 现在已经成为了俄方卢布结算令的基品 普京这就是在杀鸡儆猴 以儆效忧 结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竟然发推 指责俄罗斯停供天然气是勒索行为 不过冯德莱恩的话没有一点道理 俄罗斯只是要求欧洲国家开设卢布账户 他们仍然可用欧元支付天然气费用 因此这并没有违反欧盟的制裁令 波兰和保加利亚不想遵守这项要求 也就无法付款 用俄罗斯人的话说 总不能白用天然气吧 因此所谓的勒索 纯属无稽之谈 而且俄方缓声明 将在对方同一使用卢布支付天然气款项后 恢复燃机供应 这比美西方国家疯狂制裁俄罗斯 甚至扣押俄罗斯个人财务文明多了 波兰方面却声称 俄罗斯的断供行为违反了合同义务 波兰将抗议与反对到底 不过波兰很快就会对自己挡出头鸟的举动而后悔 因为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认怂了 英国《泰晤士报》称 大多数欧盟能源买家 极有可能最终顺从俄方提出的卢布结算令 无论他们说什么不以卢布支付 你都可以忽略不计 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天然气供应商 以计划开设俄罗斯银行账户 其中包括欧洲最大的两家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商 德国能源公司奥地利石油天然气集团 据意大利媒体27日报道 意大利跨国能源公司埃尼集团 正准备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卢布账户 以便能够按照俄方要求 以卢布购买天然气 可以说埃尼集团非常聪明 也非常务实 他们对此拒绝发表评论 因为在3月 埃尼集团首席执行官德斯卡尔奇 曾在迪拜能源论坛上发言 称公司不会以卢布支付天然气 如今才过了一个月 就彻底变卦了 不过Ib集团也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 他们称此举是预防性措施 公司正等待意大利政府和欧盟 就使用卢布账户购买天然气的可能性和条件 给出指导意见 同时据可靠消息说 已经有四位欧洲天然气的买家 按照俄罗斯的要求 以卢布支付了供应天然气的费用 另外十家欧洲公司 已经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开设了满足俄罗斯支付需求的账户 尽管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呼吁 企业不要屈服于俄罗斯 以卢布支付天然气的要求 但是前几天欧盟委员会却提出 欧盟买家有可能在不违反对俄制裁措施的条件下 以欧元或美元支付 再把支付款兑换成卢布 以满足俄方天然气卢布结算的要求 因此这就已经说明 欧盟已经准备让步了 如今波兰的处境可就太尴尬了 不过波兰仍然在嘴硬 波兰总理穆拉维茨基还对外强调 离开了俄罗斯天然气 国家依然能够运转 虽然波兰总理可能在说大话 但是波兰也有自身的优越条件 因为通往欧洲国家的天然气管道 从波兰过境 因此如果实在没有天然气用 他们可能偷偷地从管道中窃取一些 或者向其他欧洲国家购买 而且已经有国家开始这么干了 近日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发布声明称 如果西班牙政府将构自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 转出口到摩洛哥 将停止对西班牙的天然气供应 因为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长阿尔卡布表示 他亦从西班牙方获悉 该国将授权马格里布天然气管道返向运输天然气 也就是从西班牙向摩洛哥输送天然气 这很明显是在拿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教好人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声称 这些天然气不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 这气不是太好笑了 难道说天底下只有西班牙人最聪明吗 如果单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 有人愿意买自己的天然气 应当是好事 怎么阿尔及利亚还不干了 因为阿尔及利亚应与摩洛哥关系恶化 已去年8月宣布统该国断交了 现在阿尔及利亚官员称 阿尔及利亚今后将完全通过海地管道 将其天然气输送到西班牙 以避开摩洛哥 可见大家现在都学会了 已经将能源政治化了 这对全球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如今一旦德国等国家 也向波兰返向输送天然气 俄罗斯很可能会减少供气量 甚至会暂停向欧洲供气 不过更加可笑的是 就在前几天 波兰总理还在痛批德国 声称德国是制裁俄罗斯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是欧盟内最大的叛徒 要求德国必须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 可现在却指望上德国的天然气了 即使波兰不从其他欧洲国家中 购买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 结果也一样 因为天然气的需求大 价格已经大幅上涨 无论是谁的天然气 波兰都只能从其他国的二道贩子手上 在买一遍 多花点愿望前 可见这种无能狂废式的自信和自杀 没什么两样 就算是一直紧跟美国的英国 其财政部也在22日公布了一份文件 表示英国已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妻子公司授权于5月底前使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款项 现在看来普京的卢布结算令的确是厉害 欧洲各国挣扎了一个多月 最终还是只能服乱 乖乖遵从 不过波兰这一回又帮了俄罗斯一个大忙 因为它不仅让俄罗斯能够完成杀鸡儆猴的任务 还促使在欧洲天然气的期货价格瞬间飙升百分之十七 让俄罗斯赚得盆满钵满 也让卢布的汇率再次迎来一波强势上涨 自三月初跌至154卢布 兑换一美元的历史低点后 卢布大局反攻 已经走出了洪亮的微型反转 卢布不仅收复了2月24日 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全部失地 而且还升至2020年3月以来最强 截至27日收盘 卢布对美元汇率升至72.78比1 对欧元汇率升至75.2比1 而且由于卢布在市场上非常抢手 且汇率在后续的一段时间里将持续性走高 甚至可能会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点 也许现在称俄罗斯的货币叫做卢布 已经不太合适了 应该叫做卢布金 也许有人会说 欧洲可以从美国手上购买天然气 当然这也是美国人一直在忽悠欧洲国家的话 美国的天然气不仅比俄罗斯的要贵 而且根本就无法满足欧洲国家的需求 如今普京已经牢牢掐住了欧盟国家的脖子 而美国又爱莫能助 因此也只能向俄罗斯认诵了 尤其是这次对波兰与保加利亚下厮守 就是杀鸡儆猴 让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与俄罗斯作对都没有好下场 波兰是亲美反俄的极先锋 也是俄与北约对抗的前沿阵地 选择先拿波兰开刀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由于波兰兼不执行普京用卢布结算油气的命令 所以普京也只能先拿波兰开刀了 普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目前欧洲在对俄能源制裁政策方面 存在巨大的分歧或争议 欧盟内部的立场就更难协调一致了 此举可以让欧洲进一步或加速体会到制裁的苦果 也可以进一步地促进欧洲内部的分离 当然也是意在推动相关国家加紧购买流气 相信这会一些国家会抓紧时间大量的进口 这可能是普京的真正用意 当然这只是普京真正的反制裁的开始 预示着接下来会有更大更多的动作 在俄宣布停止对波兰断攻之后 此前与波兰立场态度一样坚定的波罗的海三国 立即就改变了立场 同意用卢布结算俄油气 欧盟一直强调正在摆脱对俄油气的依赖 也一直强调迅速寻找第三方替代进口来源 可替代方案也好 替代来源也罢 这不可能是短时间可以实现的事